你绝对想象不到 打废剑神 秒杀神龙的勇者 面对魔戒的苍蝇 竟然直接跑路了 就在刚刚 勇者去龙族拿圣剑 没拿到剑 却挂了龙老大 这会儿子 刚走出龙库 就被王国骑士团给逮着了 不会功后多时了 骑士长告诉勇者 王国的要塞 被魔族空军苍蝇给袭击了 主力军队长 正带着手下英勇作死 请勇者速去支援 好家伙 勇者这活儿 果然是无缝衔接呀 女人很好奇呀 不就是一苍蝇吗 有啥好大惊小怪的 但到了一看 女人震惊了 万万没想到 一世界的人类 这么不讲卫生 养出的苍蝇 个头都比我还大了 不只会打架 而且会说话 这会儿子 正派着一群 三十几个小弟们 玩着人类唱着歌 女生慌了 赶紧看看这苍蝇的属性 一看才发现 还好 这苍蝇哥能力一般 不是四天王 但他的敏捷净高到变态 果然 士兵发出了攻击 苍蝇们完全摆不摆散地 而且 他们很爱玩高空跳伞 不带降落伞的那种 老大苍蝇哥还表示 只要勇者不出现 他们就天天来给大伙 表演天女散花 归人体烟花 好家伙 原来葛这儿钓勇者呢 军事团的老大 是个蓝发妹子 她是这个世界最强的人类 战地的女儿 妹子一看勇者来了 瞬间满血 叫嚣得要马上去攻打木木老巢 副官连忙全地冷静 大哥 你先看看还剩几个小弟吧 妹子一看也罢 那就立刻举行作战会议吧 作为一个高质量的变态怂恿者 沈哉首先怀疑 这里可能有魔王的内鬼 接着又怀疑 有可能被埋了炸药 屁股还没站凳子呢 他又表示 说不定有魔物在你头顶上窃听呢 韩寒被立马派人上房接瓦 但十分钟过后 啥事儿没有 你绝对想象不到 勇者怂起来又多狠 深深把战地的女儿打成了仓鼠 接着妹子懵了 女神傻了 大伙开溜了 就在刚刚 蓝发妹子双手一拍 会不用开了 要不直接冲进魔物老巢 咔咔一顿干就完呢 甚至一听 他认为这战地的女儿很不谨慎 于是他说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对 没错 那就是江浦险恶 不行咱撤 批迂回作战 先回神界发育下再来 蓝发妹傻眼了 这哪是作战啊 你这分明就是打不过想跑路啊 妹子怒了 你作为一个勇者 不勇也就算了 还见死不救 甚在一脸严肃地反驳道 我想救也得有计划呀 而且这不是你带着人去送人头的吗 咱没实力 就别瞎Carry好吗 此话一出 蓝发妹顿时就炸了 老子不打你 你都不知道妹子我文物双全 妹子瞬间被打懵了 从小到大连战地都没敢打我 你竟敢打我 有本人再来一次 好好的人 愣是被打成了一仓鼠 眼看妹子开始咬牙切齿 越来越狗 以防被咬成疯狗阵 女神一边解释只要一小时 一边赶紧开门 撒鸭子开聊 回到神界 圣灾就表示 哎 我有招了 只要女神你把杀从记之神 亲来就行 勇者郁闷了 这天上怎么撒鸟没有 无奈之下 女人小赛带着她 找到了公之女神 公神上来就solo了一把 她的绝招 弓箭七连射 然后她表示 教你也行 但你想学连射 起码得先会射吧 听到这 圣灾立马转头 让小弟爱鲁鲁 赶紧教自己魔法射箭 龙妹子一听 突然觉得自己 终于有点用了 你绝对想象不到 勇者不止 乍天打怪又开挂 连收个后宫 也是挂逼 点中点啊 原本的死滴 被他一记摸头杀 就秒变小可爱 入了后宫 好家伙 请收下我的膝盖 就这刚刚 小弟爱鲁鲁 演示了一下 自己苦学了 十几年的魔法剑 然后告诉勇者 别看射箭这东西 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 确实挺简单的 看到这老大一秒学会 龙妹子顿石就自闭了 原来 自己还真是个废物 正当女神在安慰他的时候 改行做厨子的剑神路过 看到女神直接原地炸链 赶紧告诉她要注意安全 原来 自从肾灾拒绝了军神之后 军神就彻底封魔了 恨不得把勇者这渣男碎成渣渣 女神听了 顿时感觉不妙 连忙悄悄地来到军神 看看情况 但一进门 术师太多么妙地吓人了 看我吓得当时 鼠标就给扔了出去 女神当然也只能撒谎 说勇者放假回老家了 但奇怪的是 如此286的谎言 军神竟然相信了 接着 女神一脚地板油 跑去给勇者报信 让他赶紧36级走围上 千万千万不要碰到军神亚代尔 坏了被跟踪了 眼看一场生死决战 再所难免 但甚至还却不慌不忙 开启了骚操作 接下来的 可能会有点刺激 身在一级魔头杀 死滴 也上后宫了 不得不说 这该死的魅力呀 军神小可爱 害羞地转身离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女神 一脸懵逼 好了铁子们 咱明天不见不散 掰了个拜拜